美国人除了出席非常正式的场合外 一般日常生活中衣着都很随便 很难看到普通人穿名牌 而且也不喜欢大量购买 至于奢侈品就更谈不上了 第一 很多外国人眼中的高档奢侈品 在美国根本就是中档货品 主要是用来出口赚钱的 在本地并不受重视 Gucci、CK、Lonco这些牌子 在美国可以算是大种消费品 根本谈不上奢侈一说 如香奈儿、巴黎世佳等品牌 价格甚至比外国低很多 并且针对特定的消费阶层 不是任何人都适合购买 第二 相对于奢侈品牌影响力 美国人更注重实惠、品质、细节和声誉 很多人购买所谓名牌 是显示身份和社会地位 更多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富有 而美国社会强调平等 谈不上靠购买奢侈品 去显示地位身份的不同 并且这种想法 也不被社会所接受 购物考虑实用性和性价比 选择的标准主要是品质和价格 第三 美国本来就是世界第一强国 国际上有很多盟友 军事基地遍布 美国人在海外也许有优越感 但在本国却没有太多的攀比虚荣心态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最大经济体 虽然消费能力比较强 但购物并非为了好面子 而且过往也没有此种文化传统 第四 在美国大量购买名牌奢侈品的只是集中在小部分特定人群 如企业高管 时尚达人 演艺明星 知名运动员 网络名人等等 一般普通人收入除去开支 其实可控的资金也极其有限 普通当地人突然买了一件奢侈品 并不会引发周围人的羡慕 反而会遭到质疑到底是以何种手段获得 第五 美国人比较喜爱显示个性爱标新利益 强调个人品味和自由搭配 不喜欢有影响力的大品牌 反而关注小众特别的商品 本土文化非常强调与众不同 而且越特别越有变换越好 所谓的大品牌产品全球销售大同小异 因此相对来讲并不太受欢迎 第六 当地市场各国的品牌选择多 而且大卖场非常受普通国民的欢迎 很多所谓的欧洲名牌在美国 最多也就是大卖场里受追捧产品而已 只要不追求最新的款式 美国人更喜欢选择打折货品 而当地品牌CK MK Coach等 在本土根本就不能算主流大牌子 而且季节性打折起来非常狠 第七 美国人的真实生活相对枯燥 并没有其他一些国家如此众多的消费娱乐餐饮场所 普通人日常生活更加重视家庭传统 如果有余钱大都投资在家庭上 购买家电 家具 汽车和通讯产品等 对于名牌奢侈品没有兴趣 第八 美国人完全不排斥中古二手产品 而且当地旧货选择多 品质好 价格便宜 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 每年二手商品的销量甚至超过新品 美国人也没有储蓄的习惯 即便是中产阶级也多数是月光族 根本买不起奢侈品也没必要 传统文化观念里 有钱人未必就是好的形容 圣经说有钱人上天堂 比骆驼穿真眼都难 所以有钱的美国人都会参与慈善事业 并在日常生活中尽量保持低调 不会靠奢侈品显示地位 第九 美国的穷人数量非常庞大 而且犯罪率很高还有种族问题 虽然有相对完备的福利制度 但是美国各种社会问题充斥 其中也包括相对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种族矛盾 在美国过度炫富非常不明智 不但引发犯罪还有生命安全的问题 第十 美国是全世界假名牌奢侈品的最大销售国 来自世界各地的假冒名牌奢侈品充斥市场和街头 深受美国中下阶层的喜爱和欢迎 不但价格便宜仿真度高选择多 而且也能极大程度地满足当地人的虚荣心 普通美国人也分不清孰真孰假 很多美国有钱人也不愿意过多购买名牌 因为在外人看起来真品也像假的 欢迎订阅 多谢关注 支持原创 Subscribe Subscrib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